一晃就笨舞了,想想都觉得难以置信,不知不觉时间竟然过得如此快,自己从年轻到脸上已经爬上了皱纹,不可思议的同时也只能欣然接受,这是每个人都要必经的过程,随着年龄的增长,你更要扔掉这几样东西才能越活越精致。 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酒窝谈国学,扔掉抱怨,与其抱怨不如改变,年少张扬,沉稳不足,做人做事总是欠着火候,少那么一份从容的涵养,于是总是爱抱怨,习惯去生气,抱怨工作不顺,抱怨婚姻矛盾。 抱怨家庭琐事烦恼,抱怨天地,抱怨父母,抱怨命运,但是人到了一定年龄,我们要明白,抱怨是这世上最无用的发泄方式,除了徒增烦恼,破坏你的心情,消磨你的斗志,对解决问题,永远起不到任何作用,更不会改变事情的结果。 遇到事情,不应该在怒火攻心,暴跳如雷,抱怨连连,而是要冷静地接受,控制好情绪,压住心中的烦恼,抛开负能量的牵绊,用淡定,平和,积极的心态,去一点一点分析,解决,扔掉不合适的东西。 之前爆火的一句话,去年再好的衣服,也配不上今年的我,倒不是说女人就要喜心厌旧,而是对于不再适合你的东西,你要学会断舍离。 断,断绝想要进入自己家的不需要的东西,舍,舍弃家里到处泛滥的破烂物,离,脱离对物品的执念,比起买买买,更重要的是扔扔扔,比如不合脚的鞋,再漂亮,终究也打脚,还不如果断地将它扔掉,比如没效果的化妆品,再贵也别心疼,比如过时的衣服,你不愿意穿,放着纸会堆灰。 我们要将身边所有,不需要,不适合,不舒服的东西,替换为需要。 适合,实用的东西。 女人是谁也是花,精心呵护自己,扔掉不需要东西,让自己绽放最简单的美丽。 扔掉欲望,顺其自然。 人心都是不容易满足的,有了好的就想要更好的,已经快到知天命的年纪了,就不要再去纠结过去的种种了。 得不到的东西也要放宽心态,顺其自然,你可能会羡慕其他的女人自由,羡慕她们又可以随时去美容院护理,想干嘛都就干嘛,但不是自己的就不要强加给自己,得不到的就要学会放手。 扔掉你的惰性。 人都是有惰性的。 但是对于一个女人来说,惰性是很可怕的事情,一个不愿靠劳动争取幸福的女人,最后都会被家庭抛弃,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,学会勤劳和自律,下半生想不幸福都难。 扔掉固执。 很多女人到了中年,脾气都很不好,喜欢无理取闹,非常的固执,这会让家人和朋友非常难做,因为你的固执会让很多人痛苦。 一个情商高的女人,懂得审时度势,知道人情冷暖,放下固执,就是原谅自己,就是给美好幸福的生活铺路。 丢掉功力和虚荣。 年轻的女人,都向往有物质的生活,这本无可厚非,但是有些女人过度地追求功力和虚荣,并在这条道路上渐渐迷失了自己。 这是不可取的,适度的虚荣,可以激发我们的对生活的追求和拼搏,但是也要把握好多。 而年过五十的女人,早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,而女也大度长大了,家庭想对幸福美满,而一个生活精致的女人,此时当然不会去追求功力和虚荣。 这个时候,家庭才是女人心中首要的地位,这时候的女人也都明白,千金难买,家庭幸福美满,懂得知足的女人,生活质量都很高。 丢掉约束男人的想法 一直信奉一句话,好的男人都不是管出来的,管出来的男人只会在你面前言听计从,背后指不定干些什么事,而一个好男人,好丈夫,他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对你尊敬对你好,言听计从不能因为胖,而是因为爱。 新婚之后,女人们总是怕身边的男人会背叛自己,每天都过得很焦虑,为了消除内心的焦虑,他们开始了疯狂的压榨,压榨男人的时间,压榨男人的金钱,他们以为这样就能管住一个男人的心。 其实恰恰相反,哪里有压迫,哪里就有反抗,当一个女人用压榨的方式得到了她的老公,那她之后一定会因为压榨本身而失去她老公,各种约束,压榨,只能暂时留住男人的躯窍,而留不住男人的心。 生活精致的女人都明白这个道理,如果和自己心爱的男人相处了十几年,还不能让这个男人对你死心塌地,那这样的婚后生活会很繁琐,更谈不上精致的生活。 当一个女人只有用心去聆听男人的心声,一点点地去理解他们,他们才会对你死心塌地。 这有这样,你才有更多的事情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,如果只是想要约束男人的时间和金钱,那你的生活将是一地鸡毛。 扔掉有缘无缘的人,一切随缘。 生命中总会遇到有缘无缘和有缘无缘的人,心里都住着自己一个不可能的人,既然已经成为了前任, 就不要再去联系这段不该有的感情,珍惜自己的婚姻,过多的纠缠,只会让自己的家庭支离破碎,还会破坏别人的家庭,成了众人口中的坏女人,自己也会过得不幸福。 只有扔掉有缘无缘的人,才能让自己越活越精致。 扔掉小气,抚养自己。 大多数人养成了勤俭的习惯,对自己甚至可以说是小气,什么都不舍得为自己买,一晃就笨舞的人应该好好对自己,而孙自有而孙福,别什么都还想着留给他们,抚养自己才是王道。 你会发现自己其实也可以变得更美。 扔掉虚伪,做真实的自己。 人到中年,不用再假装合群了,做最真实的自己才能收获真正的朋友。 这个年纪段的女人,大多有稳定的经济来源,你不用再看别人的脸色做事,让自己过得开心才最重要。 前半辈子你都在为家庭忙碌,现在是你做自己的时候,不用活得太压抑,别人都喜欢真诚的人。 丢掉各式各样的化妆品,承认并接受自己的不足,本身是精神层面的一种生化。 现实生活中,我们看到很多年过四十的女人还浓妆艳抹,虽然女为月极者荣,但是也要适度,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女人。 有些人以为浓妆艳抹可以提高自己的气质,其实不然,真正的成熟和气质来自己与你对生活的看法,对自己年纪增长,皮肤松弛的事实,坦然地接受。 这种气质是经历了很多事历练出来的,而非靠廉价的化妆品涂出来的。 丢掉化妆品的女人更自信,也更淳朴,这样的女人,不管是在精神层面,还是生活层面,都过得相当精致。 精致的生活本身是放过,是接纳,是浴室的风轻云淡,自信是精致生活的屏障,而真实才是精致生活的堡垒。 一个女人,如果年过五十,她足够地自信,足够地真实,那么她的生活一定足够地精彩。 扔掉自己的一成不变,生活是残酷的,她会淘汰弱后的人,一个女人如果一味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 不进步,一成不变,终究会被生活所淘汰。 人只有永远向前看,才会变得更好,而女人到了一定年龄,就更加要保持独立优秀的自己。 学会去改变,接受新鲜的事物,努力让自己学习更多的东西,保持最好的状态,这才是一个女人应该有的特质。 改变的过程虽然很痛苦,但是最后的成功,会让你变得更加有自信,有底气。 在这个世界上,女人能够依靠的永远是自己,学会去改变,让自己变得更好,这才是最佳途径。 扔掉不好的生活态度,一个人要变得更好,就要有好的生活态度,保持最好的自己。 不将就,这才是生活应该有的态度。都说从细节就可以看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,你会过什么样的生活。 变得更好,就要在生活中要求自己。 在小事上,做到细致和精致,有好的生活态度,保持乐观积极的状态,过有品质的生活,对爱情不将就,爱自己所爱的人。 当你变得精致,更好时,你就会发现生活原来这么美好,花心思,不将就,从漫长岁月的枯燥中, 开出花来,享受一个人的美好时光,你就会遇见更好的自己。 一个女人要想变得更好,前提就是,保持好的生活态度,努力提升自己,当你取喜不取忧,取善不取烈,懂得对生活保持乐观积极的态度,做一个自律的自己,爱生活,爱自己,你会发现自己就已经在变好的路上。 扔掉心中的贪念。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贪念,人有贪念是好事,正因为这样才能够奋发向上。 但事实上贪念也是埋在心中的祸根,贪念一旦被放大,就会做出出格的事情,从而走上犯罪的道路,或者是伤害别人,人心不足舌吞向,就是这个道理。 真正过得精致的人,他们都懂控制心中的贪念,知道啥该做啥不该做,会扔掉心中不好的贪念,懂得知足常乐,哪怕现在过得不如意,也懂得一步不来,总会好起来的,走得急,还要走得稳,知道顺其自然的道理,过那样随遇而安的生活。 人生其实很简单,只要懂得给自己的人生做加减法,适时地扔掉一些东西,忘却一些事情,就会过得很精彩,活得很精致。 人到中年,一晃就笨舞了,要扔掉这几样东西,你会发现你会越活越精致,人老了没关系,心态好就可以。 看过很多已经七十多岁的老人,照样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,活得很优雅高贵,没有必要因为年龄就给自己加上枷锁,开心就好。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?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记得点击订阅,我们下期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